三星的半导体 SG的电池 加上KIA跟现代 在汽车上面的发展 这三个的结合 在国家政策上 为的就是将来在产业基础的布局 尽管疫情爆发之后 全球民众宅在家 您知道吗 寒流的传播不减反增 根据韩国国际文化交流 振兴院2021全球寒流趋势报告 台湾的寒流指数排名 全球前五名 今天东亚情报力单元 带您聚焦汽车产业 KIA身为韩国在台湾的企业 如何以一个外汽品牌 做出本地行销 对于各国之间的商业文化 有什么深刻体验呢 我们特别邀请KIA总代理 台湾森纳美奇亚总裁李昌益 跟观众朋友聊一聊 韩国汽车品牌 如何进军电动车市场 欢迎KIA总代理 台湾森纳美奇亚总裁李昌益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森纳美奇亚总裁李昌益 Kelvin大家好 首先我们提到韩国的汽车工业 已经成功进军全球 而根据韩国汽车产业协会 二月份的报告 2020年韩国汽车产量 多达350万6,848辆 虽然说比2019年减少11.2% 但相隔五年之后 等于是重回全球汽车产业的第五名 那么台湾跟韩国的汽车工业 其实起步时间几乎差不多 但是发展到现在 外界都会问 汽车工业的韩国经验是什么 我想最重要的是在于学习 台湾的汽车工业 其实起10点在1970年 跟韩国时间是差不多 韩国第一部现代出口的车子 叫Pony小马 是在1973年 台湾在1968年开始 福特六尔也好 开始有跟玉龙也好 开始有自己的所谓的代工 基本上都是以日本车厂 跟福特为主 美国车厂 但韩国在1973完之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决策 是海外生产基地 这个对于整个国家政策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韩国对于大企业 在海外的扶植 以及生产基地的support 是相当的充足 但是相对来讲 台湾是以本土在国内发展 在拓展到海外去 所以在整个政策上 是有非常大的不同 另外一个在分水岭 是在1980到金融风暴之前 98年 这段期间 现代汽车代表了韩国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 因为他的创办人叫郑周勇 他的儿子郑孟九 大量地从日本以及欧美 开始学习怎么样用品牌 来代入汽车工业 这个观念是比台湾还走得还要早 到了1998年金融风暴之后 KIA跟现代合并 由现代集团来入主KIA 这个时候又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阶段 大量的Benchmarking 欧洲车厂的生产技术 还有R&D研发 以及设设计 这三个层面是汽车工业最重要的三个层面 所以在2003之后 他们大量的采用 从奥迪 从福斯 以及BMW 找了这些高阶进到韩国 首尔 现代跟奇亚的总公司来经营整个品牌 这个时候有非常大的要紧 那我们一直在讲 施移之常计 移之移 这个对韩国汽车产业可以看得出它的成效 经过了这么15年的发展 我们刚才也看得到 它可以进到全球的第四到第五大车厂 很大一个过程里面 是真正彻彻底底的去做一个改造 好 我们可以说 韩国政府几乎是请国家之力 来扶植韩国的汽车工业 那么如果说以全球销量来看 韩国车只落后日本 トヨタ 但是已经打败了许多日系的品牌 如果说到了欧洲市场 更是一举领先所有的日系品牌 但是韩国车在台湾的销量 还是不如马自达 轰达这些日系车 那么跟国外行程鲜明的对比 韩国汽车在台湾要如何复制 成功的欧洲经验 这过程在国外所发生的现象 基本上大家对于汽车工业 不外乎是需要一个 他可以信赖的品牌之外 好的设计以及很好的工程师 但这个在欧美 尤其是在欧洲 我刚刚也特别谈到 韩国车厂大量的聘用 欧洲的工程师以及设计师 所以对于欧洲文化以及品味 还有包括他们的口味 都掌握得比较清楚 对 所以我们叫Local Fit 那这个可以证明 我们从数字上面看得到 全球一年的汽车的生产量 大概在7700万台 第一名福士集团 在以2020为主 第二名的话是Toyota集团 第三名是Nissan跟雷诺集团 那第四名就在这个亨达 跟这个现代集团中间在挑截 2020年现在跟奇亚 跟这个现代集团可以到了第四名 那很重要一个部分 我会觉得在我们其他地方 首方在台湾 没有发生一个很大的原因 台湾对于跟韩国的情节 彼此之间既竞争 在以前又合作 但是近几年来 尤其是在半导体 在手机产业 还有甚至运动产业 两个亚洲四小 有种比较高下的感觉 对 那我们可以从台积电跟三星 这个半导体的竞争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对于台湾来讲 对韩国总是还是有一个情感 跟情绪是在于就是说 我们会觉得台湾 其实并不会输给韩国 不会输给韩国 所以在这样过程里面的历史情节 台湾人对于日本品牌 是接收度比较高 这从这个以前战后 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做法 近几年来的改变 我想是在于大家看得到 这个整个韩国的文化 它并不是以韩国基础的文化处罚 慢慢可以做global fit 我们不管说今天在他的 entertainment 电影 在他们的这一个应该讲说 流行的音乐文化 都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是不是只有为了台湾 而是说全球都非常的fit 其实总裁就提到 台湾的哈韩族太多了 包括我们女生爱用的化妆品 衣服 鞋子都要求正韩货 特别是韩剧 韩团等 韩国流行文化更是风靡全台湾 合并韩国汽车工业的观察 KIA全新的厂灰 从原本是红色椭圆的工整版 现在变为充满设计感的极简风 另外KIA赞助像是NBA 很多年了针对提升品牌形象 接着请总裁跟我们分享 有没有下过哪些功夫 在以往我们刚刚特别主持人 也提到这个设计上面 我们也看得到用红色 然后放上KIA logo 坦白说这个过程里面 也一样经过了淬炼 我所谓的淬炼是 如果你就要作为一个 global 的品牌 你必须要用 global 的 standard 来看 所以KIA在这一次的品牌形象的改变 有很大的一块是为了将来做电动车的铺路跟铺层 所以必须作为一个品牌的改造 在今年开始 从原本的 logo 变成现在的 logo 有个很大的改变 叫做它定位上的改变 这定位它叫做 英文叫 movement that inspires 我们中文叫移动 启发 人心 在车辆移动的过程里面 尤其接下来有 AI 有自动驾驶 有电动车 它将迈入一个车联网跟物联网不同的时代 KIA这上面的 ambition 我们讲说它的这一个雄心壮志 是为了将来的铺路 这个可以从我们在2000年当时手机的工业发展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现在电动车的迈入 其实跟当时在 smartphone 以及传统手机竞争 有类似的这个途径跟走法 那对于KIA来说现在在布局的 基本上都是为了将来在零排放 在2030年甚至2040 大家对于碳中和所产生在汽车上面所应该贡献的部分 就是电动车 就是EV 所以这个新的改变是为了将来智慧车跟电动车的铺路跟布局 接下来针对企业文化的部分 我们要替消费者提问 购买汽车不只是通勤用途 而是新的空间整合概念 无论是上班 往返 休闲 出游 长程 短途 衍生初心的操驾需求 在节能 动力 空间 驾驶乐趣当中 可不可以再谈一谈KIA的设计理念 在我们最近有一部非常叫做里程碑的产品叫EV6 我们在12月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发表 上面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在对将来移动工具上面的改变 这个改变在哪里 在改变是正式的 以往大家会觉得电动车 只不过是油车改了马达跟电池 这个其实在将来的EV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EV6所代表的是移动工具上面的改变 很大的一块是完全纯粹的是以电能来做设计 所以它的整合平台 空间 以及我们消费者乘坐在同样尺寸4米6 也会完全感受不到以前油车所有的 引擎所占的空间 传动车所占的空间 所以相对来讲里面有一些新的科技 包括我们在行进间会有环境音 然后会有所谓的这一个你可以听得到雨铃 可以听得到海洋的声音 你可以听得到它也可以做设定 这个是因为电动车很安静 你行驶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另外一个在家里的衍生 以前油车噪音还有包括污染是比较高的 这是将来电动车是可以取代 所以在这种新的世代完全的概念之下 我刚刚也特别看到车联网跟物联网 目前来说因为车辆大量的使用晶片跟电能 会是将来电动车基础 是以前油车没有办法提供这么多的power 给晶片来做使用 所以电动车的晶片一般是油车的5到6倍左右 它会让我们行进间跟人类在驾驶的过程里面 会有一个彻底的革命 这如武统刚刚谈的 传统手机到smartphone的革命是一样的 APP我们现在已经熟悉的 这个所谓的智慧生活 我们的车联网 物联网 购物 我们衍生来看 就把EV当作是行动的手机 这概念就很清楚 是 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在家里手机可以做的 将来在智慧车 电动车 它也都可以做 这真的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电动车成为一个家的延伸 那么由于KIA日前也正式向台湾消费者 引荐KIA首款电动车EV6 号称是挑战特斯拉全新战略作品 在美国纽约到洛杉矶的 横跃美国之旅当中 以总计充电时数 7小时10分1秒的成绩 打破金氏世界记录 比特斯拉的记录还小了将近5.5个小时 那么近年来因为气候变迁 电动车成为未来趋势 但亚洲品牌起步比较晚 KIA如何利拼市战略 那么特别是针对厂住纯电领域 有什么样最新的发展计划 在韩国的产业政策 基本上他们已经建立一个Alliance 所以三星SG LG 现代集团针对接下来整个产业的发展 电动车绝对是它国家一个非常重要发展的政策 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之下我们刚才看得到三星的半导体 SG的电池加上KIA跟现代在汽车上面的发展 这三个的结合在国家政策上为了就是将来在产业基础的布局 所以刚刚也看得到12月13号我们发表的EV6 也看得到一个非常早的验证 现在少有品牌可以跟Tesla来做一个抗争 那韩国为什么起步可以比较快在EV这一块 原因是因为EV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油车技术的开发 谁跑得快谁就可以将来类似我们讲智慧手机的占有率 所以韩国在这一边可以从EV6看得到 这些工业基础的发展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要进 那这个要进在EV6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马达在电池 那可以去验证这部车几乎是现在全世界充电最快的车辆 它短短在18分钟可以充满77千瓦小时的80% 那这代表一个什么含义 也就是说我们一部车如果在这个过程可以跑500公里 18分钟就可以充到将近有400公里的行程 所以电控系统马达以及电池上面的技术 能够在这么短时间注入这么大的电量 那表示它在科技上面的含量能够在所谓电控有长足的进步 这牵涉到我刚刚特别谈的 晶片还有包括它在整个软体跟硬体上面的运动 有一条不同于特斯拉的路 特斯拉走的路我们叫OTA 它全部的更新是来自于云端 overly air 是 那但对于车厂来说 本来专长的就是在汽车的工程师 跟特斯拉完全坐车的概念是不同的 那这个是将来完全为了符合消费者需求 因为我们大家消费者最怕的就是旅程焦虑 以及充电时间太长 所以如果我们在直充能够这么快能充到 对我们来讲喝一杯咖啡的时间 跟加油的时间差不多 我们在购买电动车 从油车跳到电动车的障碍就会缩短 当然时间是最宝贵的 但是操控者的体验呢 感受怎么样 我刚刚也特别谈到这个例子 在这个EV6 我在近期也开了一段 它会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是 因为电动车相当安静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所 为了要提供不同的体验 用了这个最 现在世界上面 这个音响上面等级最高的一个品牌 叫Muridian 那为的是什么 为了能够真正的 跟我们刚刚所谈设计 你行进间能够受到什么启发 如果这段期间 我开车一个小时 以往我们没有这么高的科技 没有这么高的自动驾驶 或者是智慧的科技 你只不过是A点到B点 但A点到B点 如果你能够 经营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会觉得 事实上对你来讲 是我刚刚特别谈 家里的延伸 你会觉得放松 开车不再是 以往这么的紧张 你有藉由很多的AI 可以来帮你做自动刹车 帮你做控制 做到我们Label 1 到Label 5的自动驾车 Label 3 那我们就一直在讲一个概念 25个小时 第25个小时 你会多了一个小时 每天24个小时 在行进间 这一个小时车内 可以多做很多事 所以这个体验是以往所没有的